據說最近中國爆發糧食危機嗎 但是這句話可能看得出端倪 這個同一篇的紐約時報的分析 中國在台灣議題上面承受壓力 也在南海跟喜馬拉雅山的地 面臨土地的糾紛 所以如果中國在這些地方上面 一個一個直接感受到挑戰的話 習近平的武裝中國民意之後 可能會失去退讓空間 所以現在中國有很多的壓力嗎 中國當然很多壓力啊 包含他的藏毒 武毒 他們講的武毒嘛 藏毒啊 內蒙啊 新疆等等的 還有香港跟台灣嘛 武毒 那這些東西我認為 都沒有比糧食給習近平帶來的壓力大啦 我之前都一直是講嘛 對於中國過去三千年或五千年的歷史來說 會革命就是吃不飽而已啊 你生病不會怎麼樣啊 然後你窮不會怎麼樣 可是你吃不飽就會革命嘛 所以說你現在中國現在開始 大舉去清採他的糧倉 因為他們也要盤點 我到底剩多少糧倉 就出現很多怪事情 譬如說他糧倉變成酒精糧倉 明明是糧倉變成酒精的 本來打開是稻米 結果變成酒這樣 什麼意思 因為全部臭酸掉嘛 稻米只要泡水 臭酸 發酵 就變酒精糧倉嘛 對 所以變酒釀嘛 所以很多網友說 說好的糧倉怎麼變酒精糧倉 又或者是從7月1號開始 因為他們從7月就開始盤點 因為那時候美中貿易戰 已經進入到白熱化 然後他們疫情的關係 很多國家都開始限制糧食出口 包含印度 包含俄羅斯 包含越南 都限制他們盜米出口的時候 中國就開始去看他們糧倉嘛 結果呢 上海糧倉失火 河南糧倉失火 貴州糧倉失火 黑龍江失火 江西失種吉林失火 一大堆糧倉失火 這東西是中國古老 就傳承下來的良好習俗 就是說你只要去查糧倉 糧倉一定失火 從清朝明朝 一直以來幾千年都是這樣 很簡單 因為一失火 你就不知道裡面 到底有多少糧倉 因為原本會虧空 你說是1000噸 或500噸好了 那你說500噸 那我一查只剩300噸怎麼辦 沒辦法我燒掉嘛 我一把火燒掉 你們怎麼知道 我是300噸還500噸 所以從中國 自古以來都有這種傳統 就一查糧倉 糧倉一定失火 那這個東西是老傳統 那還有新科技 老新配合 河南的中儲糧 就是他們中央負責 中國負責儲糧倉的地方 河南的中儲糧 今年新報的新聞 可是去年發生事情 他們的糧倉 在河南說 有400多噸的糧倉 居然有差額 就是差很多 結果為什麼會差400多噸 很簡單 他們在原本那個秤重劑上面 加了一塊電路板跟天線 他們用遙控器可以遙控 那個到底你要顯示 多少的重量 所以說當中央巡視小組過來 然後查這糧食 糧食擺上去的時候 原本300噸 他就調高變500噸 然後在第二批300噸再調500噸 所以他可以自己去調配那個重量 然後後面有人用遙控器 也被人家提包 就一叉叉400多噸 所以中國現在面臨的問題 除了自己淹水導致 很多重要的糧倉 他們淹水都是魚米之鄉 魚米之鄉淹水 不會在他們七八月淹水對不對 糧食危機不會在 九月十月發生 會在12月跟明年的一月發生 因為是七八月栽種的稻子 是在今年的秋冬才採收 在今年秋冬採收的時候 你泡爛的稻子 沒有辦法採收 你講到是明年的糧食危機 所以中國現在是各地 各國大勢的收刮糧食 再加上自己內部糧食 到底儲藏量 習近平自己都懷疑 我看到說你告訴我多少 那實際上是多少 我都不知道啊 習近平當然知道 我講這個優良的傳統 跟那種新科技的配合 習近平當然都知道 而且在中國都有見報過 習近平自己都懷疑 他看到公文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所以對於中國來說 我認為糧食危機是他下一個階段 要面對最嚴重的課題 但是